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自己前开始用文字讲述起他的故事 在一个大雨漂泊的晚上 小说家莫里斯遇见了失魂落魄的好友亨利 他曾经深深嫉妒过的这个男人 可是亨利如今的模样却是那样的狼狈 也许是出于好奇又或者是同情 莫里斯决定撑伞送亨利回去 亨利的家里空空荡荡的 他的妻子莎拉并不在家 看着亨利家中这样熟悉的场景 莫里斯的脑海中闪过一些非常隐匿的片段 就在两年以前他曾是莎拉的情人 而现在的亨利也正式在为莎拉烦闷 迟钝如他如今也意识到莎拉的心里有了别人 正在纠结要不要找私家侦探去查一查莎拉 究竟有没有外遇 他想起莫里斯一起帮忙出主意 莫里斯却提出自己可以用莎拉情人的身份 出面去委托侦探调查 亨利拒绝了莫里斯的提议 正在这时莎拉回来了 看见出现在家中的莫里斯 他似乎有些惊讶 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 对亨利说的话也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目光紧紧追随着莫里斯 莫里斯却快步与他们擦肩而过离开了 他已经从名片上记下了侦探的地址 莫里斯想起了两年前的一次聚会 亨利将自己的妻子介绍给他认识 莎拉是那样的美丽而性感 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莫里斯很快就沦陷在温柔乡 而莎拉也深深地爱上了莫里斯 他清楚自己对亨利只是已经习惯了 他们之间的生活是那样无聊乏味 就像亨利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关注过他 与莫里斯在一起 让他感受到了那种从未有过的激情 回想着过去的种种浓情蜜语 又想着他现在或许又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一种难言的嫉妒涌上莫里斯心头 他找到了那个侦探事务所 以亨利的名义 委托他们去调查莎拉 对方很快接下了这个单子 与此同时莫里斯接到了莎拉的电话 他选约他出来单独见上一面 两个人约好了时间 莫里斯再次回忆起了战火纷飞的两年前 当时他们正在热脸 仿佛一切动弹和喧嚣都与他们无关 时间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 莎拉似乎生了病 声音有些低哑哈伴随着咳嗽 他约莫里斯出来只是想确认他的心意 可是却看到了他这副毫不在意的态度 仿佛他们这段爱情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了 他已经满不在乎了 莎拉觉得再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于是起身离开了 莫里斯是个嫉妒心很强的情人 两年前他嫉妒着出现在莎拉身边的一切 他只想独占她的所有 这样嫉妒心和战友欲至今仍那样强烈 侦探事务所那边很快便有了消息 并如约来向莫里斯汇报 汇报的内容正是他和莎拉这一次会面 而在这一次汇报中 莫里斯从侦探帕金斯的口中 听到了莎拉起身离开以后的故事 他情绪激动的走进了一间教堂 然后坐在那里独自落泪 莫里斯向这位侦探言明 自己就是他汇报中的那个男人 帕金斯疑惑不已 他本以为自己是来给莎拉的丈夫汇报 可眼前这位显然和莎拉也是情人关系 对此莫里斯还是同样的说字 告诉他自己是受亨利的委托来调查莎拉 而这一次委托的真正目的 则是想找出莎拉除他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男人 就像莫里斯自述的那样 他在用极度的程度 衡量着他对莎拉的爱 帕金斯父子的效率很高 调查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拿到了莎拉的日记 并准备交给莫里斯 并且记事不理 说莎拉将会去约见牙医 请着那个地址找了过去 却发现住的并不是医生 事情发展到了这儿 一切证据都指向莎拉 真的已经领结新婚了 而帕金斯的儿子兰斯 也在蹲守过程中睡着了 一开始莎拉见到了他 却以为他不过是个不幸迷路走丢的孩子 好心的给了他钱 并将他送去了地铁站 还轻柔的亲吻他脸上难堪的胎记 对于莎拉这次见面 见的这个名叫史密斯的男人 莫里斯想亲自登门去见他一面 于是帕金斯派儿子兰斯 记住他一臂之力 可这次见面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又是一个雨夜 莫里斯再次在雨中遇到了亨利 他们决定一起去附近的酒馆小酌一杯 然后莫里斯告诉亨利自己的近日所为 并将史密斯的出现报告给了亨利 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亨利做了他们都想做的事 但是亨利却将所谓的调查结果一把丢进了火里 那愤怒离场步入于目 此时的他并不想知道这些 并且也早已经放弃调查莎拉的念头 莫里斯追了出来 和他一起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亨利早就已经猜到莎拉和莫里斯有私情 莫里斯也大方的承认了 他觉得莎拉离开自己是因为他不再爱他 于是在雨中回想起了他离开的那一天 那天战火和硝烟打干了他们的门情秘义 炮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炸裂 房子受到波及速速的抖着墙皮 莫里斯决定下楼查看一下情况 又一次距离更近的爆炸袭来 紧随而来的气浪将莫里斯掀翻在底 巨大的冲击使他瞬间昏了过去 结合余生再次醒来的他 只看见了莎拉扶在地上的背影 他带点开玩笑的口吻 故作轻松的说 他再次祈祷不如下楼查看来的实际 莎拉听到他的声音惊讶的转过头去 他本以为他已经死去 而他现在正好好的站在他身后 但他似乎并没有因为他幸存感到喜悦 只是起身收拾好自己 带这些疏离离开了 临早前他告诉莫里斯 爱不会因为彼此不再相见而结束 莫里斯显然无法接受 可是莎拉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事情讲到这儿莫里斯有些说不下去了 他觉得他和莎拉之间已经结束了 可是到如今他还是会嫉妒他身边的男人 于是没有理会亨利的追问 起身离开了 莎拉的病还在一天天的家中 而那本日记也终于来到莫里斯手上 这场侦查是时候结束了 分开这本沉甸甸的日记 莫里斯如愿亏信了莎拉内心的真实想法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都误会她了 莎拉的离开并不是因为疫情别恋 而是她和那个命运做了个交易 就在莫里斯被诈伤陷入昏迷的时候 莎拉第一次跑来查看她的伤势 却看见她无声无息的躺在那儿 对她的呼唤没有一丝反应 莎拉以为她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 伤心欲绝的她 只能寄希望于奇迹之上 怕歇斯底里的对着上帝发誓 只要她好好的活着 她愿意离开她 再也不见她 或许上帝真的听见了她的祈求 奇迹发生了 莫里斯醒了过来 而莎拉也开始履行她的诺言 她匆忙的离开了莫里斯 结束了这段感情 可是爱意又怎么可能会说断就断呢 但是那些都不重要了 莫里斯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这就足够了 其他的一切对她来说都不再有意义 就像日记里写的那样 莫里斯也带走了她所有的爱 只留下一句空壳 后来战争结束了 人们的生活重新迎来了和平 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 只有莎拉波兰不惊 她开始思念莫里斯 想她此时会在哪里做些什么 可是她还是选择遵守自己许下的誓言 直到那天 他们在亨利家里再次重逢 莫里斯果然还是在深深的恨着她 恨她突然的离开 莎拉终于鼓起勇气 打电话约莫里斯见面 她想告诉她自己还爱着她 她的生命里再也不能没有她 可是莫里斯表现的那样平静 直到她离开了 她也并没有追出来 从前不会这样的 他们之间或许真的已经结束了 不会再和好了 她去会面的男人也并不是什么情人 史密斯是一个神父 莎拉对她说自己决心和亨利离婚 没有爱情的婚姻 她一天都不想再继续 倒吻了兰斯的脸颊 希望能消除她的胎记 就在她想跟亨利摊牌离婚的时候 亨利却对她说我爱你 尽管这爱来得太晚了 她卑微地求莎拉留下 莎拉心软了 日记看到这里 莫里斯被铺天盖地的懊悔淹没了 一刻也不想多等 她想马上见到莎拉 莫里斯一路狂崩将日记交还到她手中 并坦白了日记的来历 他们终于互相表明了心意重归于好 这一次亨利雇佣了斯家侦探 她想知道莎拉去了哪里 但是亨利还是不想跟她离婚 莫里斯发现跟踪的侦探 既然是老熟人帕金斯 她大方地提出愿意配合她交差 可惜幸福是那样的短暂 亨利找到了他们 并告诉莫里斯 莎拉已经病入膏肓 要事无意了 于是他们一行三人一起回到了亨利家 莫里斯住进了主卧北侧的房间 并开始在这里写小说 进入她和莎拉的故事 莎拉对莫里斯说起那天的事 在那之前她并不相信上帝 可是奇迹就在她眼前发生了 前一刻无声无息浑身是血的莫里斯 后一刻却浑深深地站在了她面前 那一瞬间她开始有了信仰 她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而现在她感受到了死神迫近的脚步 莎拉希望莫里斯能平静接受她的离去 她一天天衰弱下去 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莫里斯的心里再次充满了恨意 她恨命运不公 恨上帝要将莎拉从她身边夺走 可是命运的车轮滚滚向前 奇迹并没有发生在莎拉身边 她还是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两个失去挚爱的男人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不知是在安慰对方还是在安慰自己 这种恨意在莫里斯心里疯狂的滋长累积 终于在史密斯神父前来商量莎拉的葬礼时 莫里斯彻底爆发了 她嘶吼着咆哮着 发泄着她的恨意 她恨所有人 她恨莎拉相信神父相信信仰 但是她的信仰并没有救回她 她恨莎拉明明不爱亨利 却依赖着她 只是没有离开她 恨自己和莎拉无法厮守到了 恨幸福太过短暂来去匆匆 但是于事无补 侦探帕金斯在墓园找到了莫里斯 她的儿子对莎拉的死讯十分难过 莫里斯对此十分不解 于是帕金森告诉她就在那天 莎拉吻过蓝丝的脸颊不久之后 她脸上害人的胎记奇迹般的慢慢消失了 帕金斯试着跟儿子解释 可她仍旧坚信是莎拉的缘故 哈金斯一边说着一边叫来了儿子 这个名叫蓝丝的少年如今脸淡白净 再也不见一次太极存在过的痕迹 这确实令人惊讶 就好像天使吻过她的侧脸治愈了她 现在天使只是离开人间 又回到了天堂中 而莎拉就是这个天使 看着父子俩离去的背影 莫里斯也开始相信 这世间或许真的有神 她开始祈祷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希望神能保佑莎拉和亨利 幸运美满 而她一定会独自离开 不会再去打扰他们 最后她在打字机上敲下了最后一个字符 这个故事也就走到了结局 原来爱的镜头是孤独 影片讨论的侧重点 并没有放在爱情本身 而是着重的刻画了爱的衍生物 嫉妒 嫉妒使人偏激 嫉妒也会蒙蔽双眼 让我们看不清楚爱情美好的本质 一如莫里斯在开头打说的那句话 她是在恨命运的不公 又何尝不是在恨自己 她和莎拉本是一段婚外情 早已经注定不会有结果 他们却还是沉溺于其中 莎拉的爱如飞蛾扑火 直到燃尽生命 莫里斯则是对感情缺乏信任 她不相信莎拉对她坚定的爱 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悲剧 无可避免 亨利早就知道妻子洪信出墙 却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 这个出轨对象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最后她还是释然了 本篇前半段与莫里斯的视角 与观众一起经历了这段往事 对于莎拉突然的疏远和离去 这个男人心中充满了不甘和嫉妒 她总觉得是因为莎拉另有心欢 后面却伴随着莎拉的日记突然反转 莎拉一直真心实意的爱着自己 在莫里斯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那天 她心灰意冷和上帝打了个赌 但是奇迹发生了 莫里斯竟然真的醒了过来 于是她选择履行自己的诺言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莎拉尝试过放下莫里斯 却发现这远比她想象中的困难得多 等于爱情 莎拉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爱到终结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又是如何看待爱情呢 有什么想法 欢迎多多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